一只叫萨克斯风的破鞋 李承鹏 我小时候在新疆特别喜欢看抓破鞋 因为相比起其他各种类型的坏人 搞破鞋的貌似长得好看些 也更有才艺 也不像其他坏人 净说些艰深的事情 破鞋则说的通俗易懂 那时哈密有个露天的小河沟电影院 河水从天山化解而下 清凉蜿蜒 两岸稀拉长着些胡杨 破鞋们脖子上挂着破鞋 从电影院出发 成双成对 沿河岸被游行 边走边交代怎么搞伤的破鞋 如何接头 如何亲嘴 上下的就不许讲了 但仅仅这样 你让我觉得很是有趣 那时对破鞋的定义不仅是肩肤淫妇 野地里搞对象也算搞破鞋 因为搞对象就该在屋子里搞 野外搞当然就是搞破鞋 有个姓安的小伙总被抓 他不仅喜欢在野外搞破鞋 还要吹着萨克斯风搞 当时在新疆用萨克斯风给领导汇报演出 不算搞破鞋 可在野外对着女人吹萨克斯风 就是十足的搞破鞋 跟其他人不一样 交代到最后 姓安的常被宫宣队的要求来一段萨克斯风 他会面带微笑吹上一段 悠悠扬扬很好听 这让我从小就觉得 萨克斯风就等于搞破鞋 而搞破鞋其实是件挺美好的事情 我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给领导汇报演出时 吹萨克斯风不算搞破鞋 搞对象时吹萨克斯风就是搞破鞋 这个问题我听那个姓安的小伙也问过 宫宣队大概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萨克斯风是外国乐器 要是吹唆呐问题就小些 当时还没上演红高烂 总之领导听什么都没问题 因为领导更有社会主义道德 前段时间国家广电总局决定 限制各卫视娱乐节目 我觉得限誉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为什么只限制 19点30到22点的娱乐节目 不限制19点到19点30的那档娱乐节目 那是一档看的人没当真 念的人没当真 写的人没当真 下命令的人更不当真 可大家集体假装很当真 且一当真就是几十年的王牌娱乐节目 所以现在的状况跟小时候很相像 工宣队与广电总局的逻辑也一样 屋子里是搞对象 野外就是搞破鞋 给领导吹不算搞破鞋 给对象吹就是搞破鞋 19点到19点30不算娱乐 19点30到22点就是低俗娱乐 我国的事情一点没变 就是一直抓破鞋 我常幻想 多年之后天安门广场 处立起一座娱乐博物馆 记录着以下抓破鞋事件 进流行花园 进同性恋题材 献穿越剧 网络音乐 声讨三俗 停播窝居 这个国家有太多的破鞋 为什么怕人民搞破鞋 让他们搞破鞋 就没精力搞破坏 而后听说民意调查 竟有八成群众 纷纷表示支持 是该提升一下道德了 又见八成群众支持 哪天我一定要会一会 该名永远叫八成的群众 问他是不是八戒的表亲 又听说文化部为避免暴力 提升道德 决定推出绿色游戏 好奇绿色游戏里的悟空 是否不可拿金箍棒 只可拿祥云火炬 最近我国又很爱谈道德 这是因为佛山两岁女孩 被反复碾压十八 路人却默然置之 毒食品泛滥 以及老人倒地无人敢服 这让长期在十九点到十九点三十里 群嗨的礼仪之邦很难堪 但不可说这是官德倒退 导致民德倒退 找来找去 终于找到玉乐这个大破鞋 抓玉乐大破鞋 符合这里一贯的逻辑 早年有海瑞罢官掀起文革 前两年声讨低俗音乐 因邪老同志严肃痛心疾首 我很担心自己的孙子孙女 灵魂被低俗音乐污染 等他们成为社会中间力量时 担心这些恶劣影响还在 可现在谁也没见他孙子孙女受了污染 这么容易被污染 就不是音乐而是原子弹 把道德下降归罪于玉乐 这可太玉乐 说玉乐败坏了道德 本身就不道德 港牌玉乐低俗 可没有七十码 地沟游和见死不救 买东西好好排队 保调却冲到最前头 至于高雅艺术可以提升道德 我对这个可真是很怀疑 新德勒名单有个情节 屠城那个晚上 犹太人纷纷躲藏在楼梯间 墙体加层 纳粹军就用听诊器 去听墙体里有没有呼吸声 有个犹太人不小心碰到了钢琴 士兵们发疯般冲上楼去 一通扫射 从而掀开了第二次屠杀的序幕 在机关枪声中 惨叫声中 长夜里忽然响起一阵 悦耳的钢琴声 很优秀的琴声 流畅而空灵 有一种巴赫式的宗教宁静 两个士兵被琴声吸引 竟在门边讨论 一个说是巴赫 另一个说不 是穆扎特 我一直以为这是 是视死如归的犹太艺术家林忠的演奏 可镜头摇起 一个表情肃穆的纳粹军官 正宗的高雅艺术爱好者 纳粹军队可谓二战时期音乐素养最高的一支军队 希特勒和格贝尔都强力推行过高雅艺术 希特勒本人是瓦格纳的粉丝 德国空军轰炸伦敦前要听贝多芬第三交响曲 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克拉麦杀人时 甚至要听舒曼的梦幻曲 可见 艺术欣赏力跟杀不杀人并没关系 高雅艺术不见得能提升道德 否则以后监狱里不安预警 安装一水的高宝针黑胶唱鸡 大街上要碰到绑匪 直接播出众神的黄昏 一听感动的话 哈利路亚不能杀人了 一起去唱诗班吧 可以提升道德 但不要用抓破鞋的方式提升道德 也可以抓破鞋 可不要一边抓破鞋 一边自己再搞最大一支破鞋 像当初希特勒一边搂着艾瓦 一边禁止电台播放爵士乐 理由竟是爵士乐来自低俗美国 后来虽然允许五天演奏爵士乐 但只能是用小提琴和大提琴演奏解本 元首认为只有这样的艺术改造 才能让帝国的意志更统一 更强大 更能忘记痛苦 表面上在献狱 其实在抓破鞋 表面提升道德 其实在格式化脑勾河 又不好意思给美脑的民众 您说就绕了好大一个圈子 你看我们很早就不方便谈国事了 后来也不好谈历史了 谈地理也是敏感词 现在连风月都开始不许谈 所以只好谈谈道德 县意乐是为了抓破鞋 抓破鞋是为了促道德 粗道德必然结果是建成一个唯一正确的文化体系 像美国那么没道德的国家都能成文化大国 有道德的我们更是前程远大 虽然我们没有一所好的大学 可是我们有孔子学院 没有一部好电影 可是有建党伟业 没有一个好作家 可是有秋雨含泪 没有一个真实历史 还是有论语心得 没有一档好电视节目 有19点到19点30 没有一个好博物馆 听说西门庆故居已在当地政府亲切关怀下建成了 我们不太说真话 印刷品数量是全球第一 出版审查是严了一点 但实在不行还可以出手抄本 我们有个别无德贪官 但贪污几千万的十大品牌市长 李启宏已在法庭上向党深情表白 我还是有很多好的品质 我骨子里无比热爱打 舆论监督遇到些问题 可监督舆论从来不是问题 你看前面我那篇文章 虽然只有一个标点符号 却能有30多万点击量 这才叫传媒大国文化强国 这才叫软实力名夫其实 最后一个故事来自Richard Overy 上世纪30年代早期 苏联也是爵士院为一种文化颠覆 跳爵士舞也作为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可是低俗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实在诱惑太大了 官方不得不让步成立国营爵士乐团 但只允许演奏旋律柔和的舞厅曲目 或改编自俄罗斯民歌的音乐 1945年一祥 爵士乐因冷战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 更是最佳一等 到了1949年 苏联萨克斯风的生产与销售皆为非法 让我们最后一次谈谈风乐吧 原来老大哥早就抓获了一只叫萨克斯风的破鞋 一只叫萨克斯风的破鞋 一个叫李启鸿的道德 一档19点到19点30的娱乐 一个只剩下标点的文化 2011年11月2日 本文收入全世界人民都知道